美女被帅哥骗到马鹏 说要给他玩一个刺激的游戏 他掏出红布 蒙上美女的眼睛 等扯下红布后 美女的四肢竟然被固定在了马背上 美女一脸猛逼 这是要玩水什么游戏 紧接着帅哥直接挥了一鞭子 美女瞬间腾空而起 此时他也终于意识到自己遇到了危险 他拼命求饶 可没想到帅哥不但不理 又甩了一鞭子 马儿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别跑去 美女四肢瞬间被扯断 到了晚上美女被端上了餐桌 而她的朋友丝毫不知情 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着自己同伴的肉 更想不到 自己也即将被这群食人磨端上餐桌 吃完饭后 他们分别被安排到了不同的住处 美女抱着罐子 先是来到了一个小单身狗的楼下 问帅哥要不要喝牛奶 小帅哥以为自己春天来了 迫不及待让美女上楼 美女上楼后直奔主题 直接骑到帅哥身上 把一根管子直接塞进帅哥嘴里 帅哥以为是什么强身健体的药 毫不犹豫地大口大口吸了起来 可没想到 身体竟被腐蚀出来一个大洞 原来这不是什么强身健体的药物 而是高浓度硫酸 第二天同伴仍然没有发现异常 收拾好行李 准备前往下一站 可就在这时 村长带着村民直接赶了过来 邀请他们参加晚上的派对 几人间村长的盛情邀请 也没有拒绝 直接硬了下来 黑妹被簇拥着跳舞 拥上了舞台 突然她身边的老太大骂了一句 别吃 同伴看到这一幕 瞬间吓尿把腿就跑 可还没跑出多远 就被十人族抓住摁到桌子上 紧接着两个姐妹花拿着烧烤茶 直接把她穿成了烤串 仅剩的几人也终于察觉到 同伴越来越少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于是决定分头行动 寻找同伴的踪迹 但小黑灯走出来 就看到自己的女友 外叫着刨着森林跑 她赶紧追了上去 可等追到后 女友竟是十人族假扮的 等她再醒来 已经被绑在了一个末盘下 随着村长的一声令响 村民们快速转动末盘 随着末盘的缓缓下降 小黑直接被磨成了草莓汁 小美来到一间屋子 也发现了不对劲 她看到一个柜子上面 摆满了人体的各种器官 她想要逃离 可下一秒就被十人磨制空 小帅在一个仓库里面 找到了小黑的摩托车 刚想骑车逃跑了她 却被村里的小傻子 一弹弓打晕了过去 等小帅再醒来 所有人都围着她 村长告诉她 可以给她一个活命的机会 但条件是必须要杀了她的女朋友 小帅为了活命果断答应 可就在她准备动手的时候 突然刀直接飞了出去 警戒着她拽着女友逃跑 可周围全是十人磨 她根本无处可逃 突然村长站出来 说要跟小帅单挑 但没过几招 村长直接被小帅打趴下 她威胁村长放他们走 可他们刚走出没多远 车子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十人组里的小傻子走了出来 她舔了一口铁丝上的血 然后拿起弹弓 直接把两人的头给打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